冥王 搜索他 这是本剧《战力天花板冥王》的首次登场 指一位阴灵教的教主阴姬 被花带针用无情的特殊药粉 破解了他的化身神功性命垂危 然而冥王检查之后 发现就连他的太阳神功也无法救阴姬一命 太阳神功至刚至阳 而阴姬所练的武功却至阴至柔 若我强行将我的内功灌入他的体内 会阴阳不调 反而加速他的死亡 冥王的话音刚落 重伤的阴姬便清醒了过来 阴姬见到日丝夜响的冥王 出言让阴灵教的两大长老退下 对冥王发起了灵魂讨论 你的冥王神功属羊 我的鬼母神功属鹰 所以你不能救我 真的是这样吗 阴姬知道事情的真相 冥王其实可以救他一命 但是却要耗尽大半的修为 他能理解冥王的难处 因此并不责怪冥王见死不救 可他在临死之前 希望冥王可以帮他办一件事 你说吧 是关于金梅瓶 你知道金梅瓶的下落 阴姬说出他得到消息 金梅瓶就藏在宝石山庄 所以他才假扮书动人 潜入山庄四季夺取金梅瓶 而金梅瓶本就是阴灵教的镇教之宝 只因为多年前金梅瓶丢失 他们阴灵教才由胜转衰 不得不暂时潜伏归引起来 所以阴姬拜托冥王 一定要找回金梅瓶 将阴灵教重新发扬光大 并且阴姬爱慕着冥王 希望能够在临死前 看一眼冥王的真实面目 冥王露出了他的真容 竟然是铁手的舅舅杨坚 英姬再次见到杨坚的容貌 终于不留遗憾地离开了人世 杨坚处理好英姬之事后 开始了夺取金梅瓶的计划 他先将一个罐子 放入宝石山庄的院子中 又出手杀死了几名山庄的护卫 并在山庄的大门上贴上黄服 次日清晨 书无戏发现了惨死的护卫 想不出到底是何人所为 冷血和追命勘察现场 推测凶手的武功极其高强 甚至远在他们两人之上 不久之后 铁手找到了书无戏 说他发现了英姬的尸体 冷血几人前去查看 好奇是谁杀了这个冒牌疏动人 门外等候多时的杨坚文言 立即现身声称是他所为 当间谎称是他杀了英姬 借此博取书无戏几人的信任 又说出英灵教来者不善 似乎是要对付宝石山庄 这话正好提醒了书无戏 昨夜他的几名护卫突然暴毙 似乎就是被邪术所害 看来贵庄已经中了英灵教的鼓了 我舅舅对英灵教的邪术颇有言及 不如让他去宝石山庄 仔细勘察一番 也好免去后患 好 在铁手的推荐下 杨坚正大光明地进入宝石山庄 破解起了英灵教的邪术 这些手段本就是杨坚所下 杨坚自然轻松地找了出来 成功获取了书无戏的信任 而杨坚也趁此时机 大肆搜寻起宝石山庄 试图找出武林智宝金梅品 可令杨坚没有想到的是 他搜遍宝石山庄上下 甚至包括书无戏极其隐秘的藏宝室 都没能找出金梅品 画面一转 冷血悄悄叫来的追命和铁手挤人 说他有了一个重大发现 众人的话触怒了铁手 铁手认为杨坚已经改邪归正 他费尽心力破解阴灵教的邪术 众人不但没有感激他 反而倒打一耙污蔑是他所为 这让铁手异常的愤怒 你一次讲到他舅舅 就好像咬了他一口肉一样 没错 他身上的肉就是我身上的肉 咬他就是咬我 懂吗 铁手认定杨坚是无辜的 因此与诸葛轻轻几人闹得不欢而散 杨坚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画面来到将军府 林小谷找到了林洛石 他发现林小刀喜欢上了冷血 想出了一个对付冷血的办法 你的这个计谋 我得好好想想 免得打草惊蛇 功亏一篑